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生对女生的一个承诺 代表幸福 另一半对自己的承诺 爱和承诺 算是一个承诺吧 承诺 承诺 可是有时候也不一定 可能是承诺啦 可是我就是看身份的不同 假如我很有钱的话 就可能对于每个人都可以送钻石 那如果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我觉得送钻石是个承诺 就是为了要给女朋友快乐和幸福 觉得这是爱情的象征 一种词啊 纪念 我就是为她的女朋友快乐和幸福 我就是为她的爱 应该是代表着我的一片心意吧 铲砖石就像一颗永恒的爱一样 它可以從愛,但你也可以愛藝術 我們有一個意義的意思 代表一種尊重 我覺得它非常珍貴 奢華、珍貴和對愛人的承諾代表永恆的愛 我認為藝術意思是愛和愛 代表永恆 我認為藝術意思是永遠 就是對她的感情 永恆的愛 很愛她 最終肯定 永恆吧 真的嗎? 而且非常的貴 一永恆吧 鑽石的意義是永恆的愛 愛永恆的愛 永恆 平常 你給ammed 永恆 永恆的愛 永恆的愛 靠石是永恆的愛 所以代表永恆 所以也代表永恆的愛 永恆的愛 永恆是永恆的事 爱情锁在一起 觉得钻石一味着结婚吧 哇! 淡淡的爱我们的朋友 给我们一个人安安 这个钻石表达了她对她的爱 对她的关怀 可以代表说是爱情的一个结晶 对我来说就跟她一样珍贵 我希望能勇敢得到她 所以如果有一个钻石挺好我就挺好 是一个回忆吧 Diamonds are girls best friends when we think about diamonds we think about love we buy for someone for my mom for example showing them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diamonds cost he can never buy our mom's love so that's diamonds for me diamond means royal i think 我觉得一个钻石是代表 很喜欢很爱那个人 所以男人就是会 舍得会帮女人买 i think i think integrity and like purity and loyalty as well 就是一个文化 就是每当结婚就是一定要有一个钻石 for us the diamond ring is represent to our love everything is about our love our relationship so we can represent when we want to wear our ring that means we are promised to get to have forever 钻石是一种约定 就是情人跟情人间的约定 然后是很珍贵的 不可以 可能是一种誓言 一种沉默 不可以被打破 彼此约定的一个证明 彼此约定的一个证明 Defined for forever and stuff Defined for forever and stuff yeah yeah It's very romantic and it has a lot of feeling and it's a very noble gesture my first diamond ring would mean very special to me it shows that someone very cares about me for me it's like diamond rings it's like it's about memories like preserving memories from the man you love to tell him he love you 其实就是一个石头 不然说钻石可以算是一种配件 但其实它本身 但是我觉得它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diamond is super diamond yeah yeah how do you think 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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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钻石呢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头 它是作为一个爱的标志 ok 它对一个给自己心爱的人 一个永久的记忆 我觉得这个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不是拿普通的价值观来衡量 这一块石头 它不是普通的 因为钻石很稀缺 就代表现在存在的爱情是一样的 the fancy rock 它是一个很好的艺术 因为它需要一段时间 你能够赚到钻石头 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展示 那么就变成是不诚可 就没有意义 但是如果是出的内心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代表我们的心意 自己买的那种心意 有那种意义在吧 因为你给它们的意义 那是实际上的意义 那是实际上的意义 没有 没有 因为还很年轻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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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 我可能会有 收到过 生日的时候 生日礼物 刚丢了一颗 是我去世的外公 送给我的 哎呀 说的都快哭了 会想念 对 哎呀 When I married When I married I My husband gave me Diamond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就是那时候她拿了那个钻石戒指来跟我结婚啊 我们那时候她买的第一颗钻戒 虽然小 但是是我们的结婚戒指 My first diamond is My marriage link We bought the link from my mom And that is my engagement link 还没有 我还没有啊 有想过 还没送过 还没送过 送过 送过 Oh yeah And that is three 你太胖了 当然有哦 当然有哦 你还没有带出来 你还没有带出来 我现在带着钻石 我结婚的时候 跟我的妻子一起 第一颗钻石送给他的妈 我的第一颗钻石送给他的妈 所以我带了一颗钻石 我当中到我们一年参加了一个金钱 我当中到她的妻子 我当中到她的钻石 那意思是爱 和信心 你喜欢心情吗 你喜欢这颗钻石吗 你喜欢这颗钻石吗 很快樂,所以我們都很快樂 很喜樂,反正也是很開心,很快樂 有點興奮,也有點焦慮 然後當初,可能心水還沒那麼高 我覺得我會很興奮,我會充滿期待 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會發生 但希望金黃色的價錢並不是主要 她會說對或不 我會覺得很緊張,我們在計劃一下 所以我們不知道是否會發生錯誤 所以我會覺得她是個失敗 所以很緊張 其實很平靜 因為我一直做一個禮物給她們 很多女人都喜歡暫時 所以我希望我送給她的東西她喜歡 因為在準備工作當中是設計了很多的方案 但是送給老婆那一刻的時候 心裡是非常平靜的 很辛苦,很感動 或許那天才懂啊 很高興 很高興 覺得 我就答應她了 真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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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哇 好 這個愛 我會像非常感動 很感動 很驚蕩 我可以覺得像很感動 很驚蕩 原來你心裡很溫暖 好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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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還是挺開心的 證明對方很喜歡我 開心 很驚喜 很開心 然後可能會不知所措 我会很感动 可能会大哭之类的 可能会哇 等了那么久 终于等到了 然后就感觉自己属于别人了 希望是我最爱的六年的男生 可以送给我 我会非常的惊讶 首先 当然是供应 然后是Jordane The one that gave it to me Show that his love for me 我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因为赚数一定不便宜 所以也会感谢对方愿意 我有无数一些感动 很感动 因为代表那个人 就是承诺愿意跟你走下半辈子 应该会很激动吧 在那时我感到很惊讶 然后很幸运 很幸运 非常幸运 我不能忘记那个时刻 在我的生活 五十多年了 当时是相当莫名其妙咯 那时候钻石是很少有的 听到有看到钻石 心情一定很好啦 高兴咯 非常好 我爱我的感情 因为我感到很感兴趣 An exercise 切碎也是很感兴趣 また代表它很感兴趣 因为我感到非常感兴趣 他太值得很感兴趣 我认识 也很感兴趣 我认识 再次感兴趣 是有珍貴可能代表女生對她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所以用鑽石去跟她相比 漂亮而且又比較貴吧 比較稀少 因為黃金你會覺得比較庸俗 鑽石會比較格調那種感覺 比較浪漫 肯定喔 因為很貴 一種肯定吧 第一可能很貴吧 因為它的價值蠻高 第二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是專門去製作鑽戒給你 所以對我來講可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東西 但是這個世界上可能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不斷是一個特別的東西 很貴重的東西 而且很特別的東西 而且很特別的東西 而且當然會有很多問題 找到一些東西 讓它們的東西 在你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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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会感觉到你 它是来自一个人的 而是真的不像她 钻石是相当一个小小的东西 可是它相当的高贵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人 第一次相爱 相当爱我们 才能够送到一个这样子的钻石 因为钻石是永远的 是一个女人的好朋友 像我们男人是狗狗 可是女人是钻石 女人一直看着 跟着金钻石 然后我想起来 你知不知道 是小的 但它会会判断 你认为你爱情的爱情吗? 当然 我认为你爱情的爱情 是一种详细的爱情 对你爱情的爱情 因为,当我收到金针,它是由我爱的人, 它会为我世界的名义。 所以,如果你愿意去买我一样的东西, 它会显示我们的关系。 是重要的人送的,代表他把你看得很重要。 因为珍惜他的女朋友,所以要买多贵多好, 钻石是很贵啊,很怎么样啊,我觉得是一种爱的表达。 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给自己心爱的人, 送一个小小的钻石,我觉得能够更加表达他的对自己爱人的爱。 还有责任,一个男人的责任。 是每一个女孩子心目中都想拥有的吧,就是很像一个象征。 你应该买的,你需要买的。 我认为,钻石是很贵的。 在最后的日子,你做的, 是为了表达你的欣赏给你的爱人, 或者那些人你想要嫁给你的朋友。 但在最后的日子,那不是最主要的焦点。 所以,有什么稳定的, 要买到你的爱人, 当然, 要买到最后的金钻石。 不要买到其他东西。 当然, 因为我们, 我可以告诉她, 我认为她的好多爱她。 然后, Diamond Ring 是一种东西, 我每次都可以表达她。 每次都可以表达她。 今年是我们结婚第十周年, 那么在这十周年, 我买了一颗钻戒给我太太, 这表示我对她的一份爱。 我的第一颗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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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来。 我的第一颗钻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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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顆鑽石 My first diamond 我的第一顆鑽石 我的第一顆鑽石 My first diamond 我的第一顆鑽石 我的第一顆鑽石 我的第一顆鑽石給我現在 我的第一顆鑽石 我的第一顆鑽石 这是我的第一颗针石 我的第一颗针石